在我们这边的话 结楼宽的女孩子都要戴上三个白色海螺 今天呢我和嫂子都洗头发了 然后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嫂子洗完头发要怎么编头发 在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纳曲是八经线嘛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的话 结楼宽的女孩子都要戴上三个白色海螺 除了洗头以外都是不能摘下来 除非就是以后梨啊之类的话 她才能取下来 就包括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 她会就是马上会就是吹 在没有干的时候赶紧把它弄上去 还有就是晚上睡觉 之前我嫂子年龄比较小嘛 她就问妈妈这个头发 我有时候我晚上睡觉 说不舒服 可以把这个白色海螺去掉吗 我妈妈说特别不行 这个是很不好的 在我们当地习俗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说 为什么要有这种啊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这样子 其实现在年轻人的话 就像我姐姐 还有我表姐他们的话 也有不带 这是要自己选择 如果你是要觉得这个习俗要传承下去 就像我二嫂和二哥的话 他们就戴上了 那就是戴上了就不能摘下来 那如果你没戴的话 也不能有时候戴 有时候不戴也不行 是这样子的 就类似拉姆以后结婚了 我是觉得 我不想戴那个白色海螺 但是我想戴珊瑚呀之类的 所以的话 我可能不戴 我觉得不太方便 平时我喜欢放一下头发 可能就不太方便 所以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吧 就是像我嫂子的话 她就选择了戴 那就她一定要戴 那我呢就是不戴 但是我可能就珊瑚这些会少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们这边的习俗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像以前的话 一定是白色海螺 三个白色海螺碗里一会就会戴珊瑚绿松石蜜辣就这样戴上 然后最后又要戴一个白色海螺 但是现在的话 他们就是为了方便就是你戴三个白色海螺 其实就是珊瑚绿松石他们会穿起来 过年呀 还有去亲戚朋友家里串门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个戴上 家里的话就觉得太重了 就不会戴 就这样子的哦 那你们那边的话 头是有什么什么习俗吗 像我们藏区的话 像阿纳曲啊 拉塞啊 赫卡泽 昌都啊 康巴 这个我们这个甘子那边的 头是都不一样 你们内地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以评论区留言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